現在我們開始自地圓繞工作 先點擊自地圓繞進入界面 現在呢我們將成形倒入杯中 這個我是用的是簡單最普通的銀膠 然後除抹於臉部 現在我們開始工作自地圓繞 首先有一個光的模式 P1是一個恆定光 P2到P4是一個脈衝 強度是根據客戶的真實管塊來去調解 從低到高 點擊手柄按鈕啟動 緊貼皮膚打圈或提拉緩慢移動 不可停留於某一個部位 不做移動 避免灼傷 工作探頭 抹育皮膚的蒸皮層 產生熱能 皮膚深層的熱能達到65度到70摄氏度 蒸皮層的膠原纖維就會斷臉 產生更多的膠原蛋白 使皮膚更緊緻 在操作的某一部位 重複去打圈 移動 直到熱能達到一定的熱度 之後移動其他護理部位 一般這個操作 二十到三十分鐘即可 現在開始水微氧風物 首先點擊進入卸面 水微氧風物工作頭旁邊有個小瓶子 裡面放置自己的船廳 工作的時候 從額頭 由上到下 至筋部 避免噴射的時候 進入眼睛 和鼻孔 水微氧風物 將產品 變成小瓶子的形式 噴出 讓我們的皮膚 更好的吸收產品 一般操作 十五到二十分鐘 現在我們開始冰熱買機 首先點擊進入界面 有一個熱療和冷療 首先我們開始熱療 開始在領域 塗抹 產品 點擊啟動 點擊啟動 操作的時候 從下道 從下道上 緩慢移動 從下道上 熱療 是打開毛孔 深度 深度清潔 增強護膚品的吸收 及滲透效果 一般操作十分鐘 現在我們開始 兵熱滿輕鬆的 冷療 點擊進入冷療 入水 開始安靜 同樣 同樣從下道上 緩慢打圈移動 不可停留某一部位 不做移動 冷療 醋式毛孔吸收 鎖住產品的水分 其滲透效果 有效的 弄膚美肌 一般操作十分鐘 現在我們開始 超音波 有兩個工作頭 一個是眼部的 一個是面部的 現在我們點擊進入界面 現在著重講面部物理 P0是一個連續波 P1到P5是一個脈衝波 下面的強度是根據 對護理的時候 客戶的反饋去調節 接下來 我們 將產品 放入杯中 我現在用的是普通的 凝膠 均勻塗抹 髮髮 現在我們開始工作 点击启动 操作时紧挨皮肤 从下到上 缓慢移动打圈 超声波 增加细胞的活性 通透性 紧实肌肤 改善肌肤问题 燃烧脂肪 协助产品导入 大概操作15到20分钟 我们能够供给你